我看了一篇关于口叶的文章,文章说口叶与沙叶同贵,我们每天说了很多,难免造很多口叶,我们该怎么解决? 口叶从佛教原理上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意义,口叶分好多种,一共分四大类,一般我们所做的口叶往往是饿的, 当然经济念佛就出外来,打火器的时候他一直在念佛,打完了火器就叫骂他泡泡,这个骂他泡泡就是口叶,念佛法也是口叶,是口善叶,骂他泡泡也是口善叶,但不讲口善叶,光讲口善叶,口善叶是不是与杀生同罪不见得相等呢? 不见得,比方说我说要杀人,还没有行使杀人的动作,那么这个杀人是口善叶的杀生,口善叶的杀生他也有一种很恶的力量, 但是这种恶的力量和真正行使了杀人的行为,那是有差别的,它是有差别的,如果我这个口叶造的另外一样,他跟杀生可能是有点不尽相同, 让我们正确的力量,我们每天说了很多,不一样,造了很多不一样,那么我们该怎么解决,只有一种方法, 忏悔,忏悔,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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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忏悔,什么叫忏悔?忏悔不仅仅是念念忏悔文言,往西所调诸文言,见有无事忏悔语词,跟唱小曲一样,你认为就忏悔了,忏悔是什么? 法罗忏悔,真心忏悔,他包括了有对数忏悔的思想忏悔,同忏悔思想法有这些,念佛就是忏悔,断恶就是忏悔,行善就是忏悔,明白吗? 寻求佛法,寻求了托,也要是一种忏悔,修行的过程就是忏悔的过程,就是忏悔恶业的过程,就是激励福报的过程,就是开前智慧的过程,就是忏悔,究竟成佛之音的过程,所以修行的过程,它是小慧,不要把忏悔和激励福报完全对比起来,明白吗? 我们方生本来就是一种忏悔,我们护生本来就是一种忏悔,看到一个穷人很可怜,马上这就是一种忏悔的,对不对? 从事项上这个忏悔,就是发露过去的罪恶,并且下降心,拥不再做,它是用这两个负面的难以,从事项上那忏悔。 那么,这忏悔我们把它夸大了,怎样呢?正确的理解忏悔,就是,实际上我为大家讲解,你要在忏悔,忏悔过去的恶业,特别是忏悔过去的口业,奉经念佛,矫正法,战法,这就是忏悔口业的对应法,忏悔口业,骂了也是嘴出来的,鸟叉也是嘴出来的,那么我忏悔, 也需要作业,念法也需要作业,战法也需要作业,教经也需要作业,罪的事还是交给自己来办法,就是这个意思,所以说,宽悔一点,人的事还是交给人来办法,自己的事还是自己来解决,就是要休息,好吧?